18是非成功 并且称这一款类似美国F-35B的垂直起降战机 那么俄罗斯媒体也预测中国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战机的研发 在十年内可以让美国的F-22丧失制空权 英国警示房屋周刊报道 中国的军事论坛网站近日刊登了一款 由沈飞集团研发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双发战机图片 这种被称为金18红鹰的战机 采用压式布局和隐形设计 是中国继金20和歼31之后最新研发的第三种四代战机 从解释坛网周刊刊登的歼18照片外形来看 这款垂直起降战斗机除了压式布局之外 其他外观几乎与沈飞刚刚试飞成功的歼31很相像 采用双主发动机提供推力 因此歼18很有可能是歼31的改款升级版 报道称歼18除了具有超隐身特征之外 还安装有激光主动相控制雷达 拥有先进的玻璃化座舱系统和空中加油系统 作战半径为2200公里 更重要的是歼18具备短距起降能力 可以在被轰炸过的机场跑道上起降 甚至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以及两栖战舰上系下 河沐尔不特kon